黃國瑜 黃國瑜 剛剛議長還在跟我說 這個民調事件的預測是蠻準確的 所以基本上他們這個是一場 勢不均力不敵的一個民調 開始大家對結果好像都 心中都了然於心 都知道這個結果大概會是臨時 那也有你們的同學問我說 那以後我們怎麼備戰 其實我的備戰要看國民黨怎麼散後 他整個的工作成不成功好不好 跟我們如何備戰有關係 那我還是誠心的祝福他們能夠順利的選出候選人之後 內部還是整合 因為台灣社會已經要進入到下一個階段的大選 每個政黨內部都應該朝向成熟安定 那麼才能讓台灣人民看到希望 那對於韓國瑜市長的出現 他最近不是講了一個唐僧的故事嗎 我只有一個他講這個唐僧的故事 唐僧的人聊不解的地方 這個九世原陽 我只有一個心得 就是他如果有辦法做到九世原陽的話 那就更難打了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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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